大家好,欢迎来到开心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日式的souffre cheese cake 实际上这款蛋糕跟我之前做的日式芝士蛋糕是材料是相同的 但是呢,分量就有点不同了 这款蛋糕呢,吃起来更细腻 更加柔软,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cheese,牛油和牛奶放到一起 把它做热水融化 这个蛋糕呢,我减少了这个牛油和牛奶的分量 实际上呢,日式cheese cake 大家都认为是放到冰箱里拿出来吃,是好吃 但是我觉得就是把它拿出来 放到微波炉里18-20秒 你吃起来更加的香,更加好吃 口感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现在还有一点点颗粒,没关系 就是把热水移开 我们继续把它搅拌至那个cheese就是光滑 现在把蛋黄加进去,要快速拌匀 因为这个cheese还是热的 如果你慢一点,它就把它蛋黄给烫熟了 把这个面粉跟玉米粉一起塞进去 分三次加 那大家拌这个面粉的时候要清手一点 就是不要拿着它那个打蛋器拼命的耀圈 想把它拌得很均匀,不需要的 因为你把这个面粉呢 如果拼命的搅拌它呢,它会起筋的 如果它起筋了,那我们吃起来这个蛋糕就可能会偏硬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面粉分高筋中筋低筋面粉 高筋面粉通常用来做面包 那低筋面粉通常就用在做这个蛋糕 那么中筋面粉呢,就是all purpose 就是多用途的面粉 它可以,你可以用来做面包啊 也可以包子啊,饺子啊 那可以,也可以做蛋糕 但是口感是有区别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酱啊 放到那个筛子里,把它过滤一遍 那么我们做出来的蛋糕就更加细腻 口感就更好 感谢观看 我们现在来打发蛋白酸 同样放四分一茶匙的柠檬汁 那大概打它三十秒左右 现在把糖也放进去 我也是一次性的放进去 用中速打发 感谢观看 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就是中性发爆 有个弯钩的就是中性的打发 现在这个就是硬性的打发 就是这个尖是直的 那么这个就是丝性的打发 它拉起来变成了一根丝就是又塌下去了 就是丝性的打发 实际上如果在用水域法烤的蛋糕 我个人更倾向于私性打发 因为它烤出来的蛋糕的面不容易裂 但是如果你烤吃风蛋糕 你想它就是我想发的高一点 就是好像有句俗话 就是发财了发财了 它要裂开我就发财了 你就把它打到中性的偏干一点 那没所谓的 当然那你如果这个蛋糕是拿来卖的 肯定要不裂的就好一点了 就好看了 但是如果是自己吃 就不要太过于纠缠 当然你不要把它打发过度了 打发过度它就蛋糕就烤出来 就分层了 今天我用这个模呢 就不需要包这个锡纸的 今天的烤 烤法也是同样的 用这个温水域 那么呢 我就先把这个炉子条 预热到110度 那么先烤60分钟 然后呢160度烤15分钟三色 好了 这个蛋糕出炉了 看样子还不错吧 这个蛋糕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大家有空就试做一下 好了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